大家好,朱春豪 澳門又有人陽左立 影片協調中心下午公佈 澳門今日新增3例輸入性同1例輸入關聯新冠病毒感染案 第一例陽性個案25歲的女性內地居民 她在3號由廣州經拱北口岸入境澳門 珠海方面通報她在內地檢測時 一個運館樣本陽光 衛生局立即找到她去福檢當然陽光 她輕微頭痛、乏力等不適列為輸入獲診個案 她在12月3號中午1點到2點左右 曾經在澳門北京街複雜園地下 自鋪的三隻小豬茶餐廳吃東西 下週2點到3點左右 曾經在新蒲京娛樂場逗留 玩了兩手不知道有沒有贏錢 新蒲京抹一下桌子沒事 至於第二例陽性個案是 三十七歲男性內地居民乘坐高鐵 由山東濟南京長沙到珠海 十二一號經關閘口岸入境 3號下週在仲藝館核酸站 一個運館樣本陽性 福檢也是陽了 目前沒有症狀 畢為輸入性無症狀感染病例 她逗留在本路期間 曾進入多間賭場和桑拿按摩場所 真是懂得玩 老司機 其中在2號晚上7點至10點 在身口岸一間桑拿按摩期間 當然沒有戴口罩 12月3日早11點2至11點8 在新安花園地下的身旺旺酸辣粉 吃早餐 這位內地的書兄 下來澳門休閒娛樂 去桑拿減減壓鬆一鬆 當然什麼都試一下 如果不玩巴黎鐵塔反轉再反轉 應該是角色扮演 應該都玩一下吧 所以我們桑拿技師 真的要嫌疑嫌疑 相信當局好做事 至於第三例陽性個案 是52歲男性 亦是內地居民 2號坐NX005航班 由北京飛底本澳 當日在機場落地檢去陰性 3號下週在威尼斯一驗 腹檢後也是陽性 有頭痛等症狀 吃得必利痛 列為輸入性確診病例 2號下週6點到晚上8點 曾經在巴黎人二樓的餐廳吃東西 晚上10點到12月3號凌晨1點 去過瑞吉酒店酒吧啤一啤 12月3號中午12點半到下週2點 在四季酒店一樓的餐廳吃自助餐 噴到周圍也是 至於第四例陽性個案 是45歲女性澳門居民護士 她曾經在11月29號和一名陽性個案 有短暫接觸 應該是各位人士看醫生做什麼 期間護士姐姐有戴口罩 30號和1號檢測結果是陰性 3號晚上快測陽性 之後福檢也是陽性無症狀 跌入輸入關聯的無症狀感染 她曾經在2日大約下週6點到晚上7點半 在駒馬路麥當勞吃東西 應變治療中心說 上述這四個個案已經安排到指定地點隔離治療 大家放心 另外呼籲與這四個個案有共同軌跡的人士 應該向衛生當局報備 並需要在4號、5號、6號、8號做五日四檢核酸 應變治療中心說 澳門疫情防控政策一向緊跟國家 與國家保持一致 以隨著病毒之病性減弱疫苗接種普及防控經驗累積 參考國務院的防控機制第九版和20條優化措施 現在修改了鴻馬區的措施 如果一棟樓、一棟大廈兩戶或以上出現感染者 才設為鴻馬大廈 沒那麼容易中 若只有一戶的居住者出現感染 這個大廈設為鴻馬大廈 居住者只需做五日四檢核就OK了 寬鬆了很多 希望繼續進步 這集到先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可以掃片尾截圖二維碼 多謝大家